学的会用得着的家常菜 朋友们好 今天教大家做大盘鸡 新鲜的小公鸡 热心的老板您帮忙做好了 像这种新鲜的鸡肉 是不需要焯水的 把它清洗干净 把水分滤干 就可以直接下锅煸炒了 锅烧热 倒入菜籽油 下入姜片变香 然后放入滤干水分的鸡块 鸡块的水分一定要滤干 不然炒的时候水太多 就炒不香了 把鸡肉炒至几缩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干辣椒 花椒 葱段 还有八角 白芷 山奈 香叶 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一条香辣酱 炒出酱香 没有香辣酱的话 用豆瓣酱也可以的 淋入黄酒 炒出香味 红烧酱油炒出酱香 加入涂酱的开水没过鸡肉 觉得颜色淡了可以加点老抽 调味放上盐 味精 白胡椒粉 不喜欢味精的话也会不用花 在炒香料的时候 切红花椒忘记放了 现在把它补上 盖上锅盖 用小火焖上20分钟 时间到了切盖 加上土豆块 再焖上10分钟 10分钟后开大火收汁 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加入切红椒和洋葱片 再简单的翻炒几下 把洋葱烫熟就会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大盘鸡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